1月2日,61岁的杨子琼高调晒出新生儿照片,称在元旦这一天迎来了。 小奇迹,刚和77岁富商结婚半年,没想到就听到他生娃的消息,很多网友送上了祝福,但也好奇留言,61岁还能生。 去年7月29日,杨子琼高调宣布和大16岁的男友结婚,两人相恋多年,终于步入婚姻的殿堂,婚礼办的也是相当的奢华。 结婚现场照片曝光,房屋内是装潢超奢华,金碧辉煌,宛若欧洲宫殿一般。 77岁富豪托得为杨子琼准备了一个三层精美大蛋糕,上面点缀几朵盛开的粉色鲜花,夫妻俩牵手一起切蛋糕的画面,格外温馨,幸福满意羡煞旁人。 不仅如此,杨子琼还把自己获得的最高荣誉,奥斯卡小金人摆放在婚礼最显眼的桌子上。 婚礼大合照,老公还特意邀请了很多名人过来庆祝,都是商业圈里的大佬们。 没想到短短半年时间过去,那时候的杨子琼身材纤细,穿着十厘米的高跟鞋,丝毫看不出怀孕的样子。 有人晒出他三个月前和家里人合照,小腹还是平坦的状态,没想到如今高调官宣生娃。 有网友留言说,肯定是代孕吧,不然一个61岁,一个快80岁了,还能生吗? 他只是晒娃,却没有说自己生了孩子,其实就是留了一手。 当时还好奇,明明都那么大岁数了,还结什么婚,又不能生孩子,就低调过日子得了,万万没想到,还真有了孩子。 也有人说,明明可以当爷爷奶奶的年纪,突然当了爸妈,确实挺搞笑。 不过,人家身价上百亿,家里不缺保姆,应该不怕没有精力带孩子吧。 去年三月中旬,杨子琼凭借主演的电影《顺西全宇宙》击败其他欧美演员。 摘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桂冠,也是首位亚裔以及华裔夺得。 奥斯卡金像奖,最重要的奖项之一的女演员。 当时整个电影圈都沸腾了,李连杰带着家人还跑到奥斯卡颁奖礼后台去和杨子琼合影,并表达了祝福,称她是亚裔之光。 如今61岁的杨子琼又迎来了自己的宝宝,无数的荣誉和数不尽的财富。 还有一个时刻支持自己的另一半,真的替她感到开心。 谁也没想到,在这个年纪还能有这么大的喜事,所以她称呼为《小奇迹》,真的是新年好消息啊,你们说呢? 1月2日,杨子琼忽然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一张婴儿脚丫照,官宣当妈,成功掀起网友热议。 杨子琼晒出手握婴儿小脚丫的照片,欣喜的配文。 2024年第一天的小奇迹,我们真的是太幸福了,无法告诉你,我为这非常特别的欢乐而感到多么高兴。 随后,评论区的友人们送上清一色的祝福,纷纷表示,恭喜,很显然都在为杨子琼当妈而感到开心。 但网友却直呼太意外,因为纵观杨子琼进来的状态,完全看不出一丝怀孕的迹象。 杨子琼2004年6月在上海结识法国赛车手,国际汽车联合会第九任主席让托德。 不久后,两人相恋,相恋仅仅一个月,杨子琼便答应了让托德的求婚。 只是在求婚19年之后,两人才正式结婚。 2023年7月27日,杨子琼和男友在瑞士日内瓦登记结婚。 2023年12月,杨子琼和让·托德在马来西亚的小岛举办了婚礼。 杨子琼身穿两套夏姿陈量身定制的礼裙,完全看不出丝毫运象。 可以看到,杨子琼在婚礼当天穿了一红一绿两套礼裙,两套都是修身款式,完全看不出任何怀孕的迹象。 12月份举办婚礼,还看不出丝毫运象,1月初居然就官宣当妈,也让网友议论纷纷。 不少网友质疑杨子琼是代孕生娃,当然,代孕在国外是允许的。 其他网友也笃定杨子琼代孕了,因为杨子琼今年已经61岁了,而且这一年都在参加活动。 如果他分享的婴儿肇事自己的孩子,那100%是冻暖后代孕了。 若杨子琼真是代孕,虽然在国外是合法的,但却过不了网友这一关。 有网友嘲讽杨子琼去年在拿下奥斯卡影后时还发表获奖感言,称女人到了这个岁数也能有无限可能,没想到他所谓的。 无限可能,就是继续压迫。 年初的奥斯卡颁奖礼上,杨子琼拿到史上首个华人影后,他在获奖感言中说, 女士们,不要相信任何人说的,你的巅峰期早已过去,自己巅峰期已过,永远不放弃拼搏。 二三年九月,杨子琼在上海亮相,与奥运冠军郭晶晶,导演王朝歌等杰出女性分享几十年的奋斗苦乐,同样也是大谈女性。 杨子琼表示,作为女性,应该能够按照自己的规则生活。 杨子琼接二连三吃了不少女性红利,却疑似带孕生娃,也被吐槽是人设崩塌。 随后有瓜主透露,杨子琼并不是官宣当妈,而是当奶奶。 据悉,这是杨子琼的继子的宝宝,杨子琼算是当奶奶了。 一场乌龙,却让网友为之狂欢,实在令人唏嘘。 杨子琼已经61岁,丈夫也已经77岁了,两人都年纪不小,早已到了当爷爷奶奶的年纪,宝宝的出生圆了两人的梦,又何曾不算是一种奇迹呢? 提及杨子琼,她的作品丰富而精彩。 她的演艺生涯得到最大的肯定是来自奥斯卡小金人。 尽管已经61岁,岁月并未阻止她追求幸福的步伐。 2023年7月,她与法拉利前总裁让托德终于结束了长达19年的爱情长跑。 终于,在2023年7月,她与法拉利前总裁让托德结束了长达19年的爱情长跑。 他们在瑞士日内娃举办了一场充满浪漫和隆重的婚礼仪式。 当时,杨子琼的母亲曾经通过跨国通讯呼唤着她的女儿,希望她尽快回到马来西亚办理婚宴。 几个月已经过去了,杨子琼终于和她的外国丈夫一起回到了马来西亚,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礼。 提及杨子琼在马来西亚的婚礼,无疑是一场惊艳绝伦的盛宴。 杨子琼可不是简单的奥斯卡影后,她还有更多的身份和成就。 她的家世背景才更让人感到惊叹。 杨子琼在马来西亚拥有一个家世显赫的名门贵族背景。 她的父母因为卓越的表现,分别被授予了拿督和拿听的头衔。 在马来西亚,这可是非常受尊敬和重要的。 因为在艺术领域表现出色,杨子琼本人也荣获了拿督头衔。 她是众多华裔艺人中的第一个获得丹斯里风险的。 而在马来西亚,这可是代表着无上的荣誉。 此外,她还有这一项成就。 由于父母和我都很有实力,所以亲朋好友自然也都是很有地位的人。 可以从杨子琼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发布的动态中得出这个结论。 她的亲朋好友从世界各地赶来,共同庆祝她的婚礼,场面可谓是宏大壮观。 照片上的人数多得让人数不清他们的手指。 杨子琼的奥斯卡小金人成为焦点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据媒体报道,杨子琼的婚宴持续了整整两天。 婚宴的地点在这两天里换了两次,其中一次是在马来西亚霹雳州的首府举行。 第二天,在幸福岛举办了一场派对,这让网友们不由地感叹,杨子琼果然命不虚传,派对规模着实宏大。 以保释的宴会上,第一天就有超过一百名亲友出席。 幸福岛在第二天更是名列全球十大蜜月帝之一。 不容忽视的是,幸福岛的主人竟然是杨子琼的哥哥,这个事实着实让网友们感到震惊。 杨子琼来到自家地盘后,他的待遇更是达到了巅峰。 这里有一个干哥哥负责处理一切,每一个小细节都被他做到了极致。 杨子琼的妈妈笑得合不拢嘴,这可真是见喜欢笑的人精神爽了。 网友们更想不到的是,杨子琼的婚宴场地不仅是自家的。 闺蜜包办了礼服、花艺和伴手礼等装饰。 下资,陈的服装创意总监陈彩霞,正是那位闺蜜。 不得不说,强者总是与强者为伍。 作为杨子琼的好闺蜜,陈彩霞自然是最了解她的人。 两套礼服都是根据杨子琼的喜好特别定制的。 陈彩霞在派对礼服的设计上选择了闺蜜最喜欢的绿色。 她对杨子琼的婚姻生活表示真诚的祝福,这套绿色的路肩礼服也蕴含着同样的祝福。 杨子琼的第二套礼服是粉色的,身V0展现了她窈窕的身材。 杨子琼腰间的丝带不仅美观地点缀着她的腰身,同时也寄托了对美好姻缘的美好期盼和祝福。 当然,考虑到杨子琼的家事背景以及丈夫的实力,参加活动的贵宾绝对不会局限于下资董事长和设计总监这样的简单身份。 金牌监制徐峰还带着自己的孙子前来祝贺,除了其他人。 就连赌王的次子何鸿燊的女儿何超琼也亲临现场。 这次婚礼简直是上层社会的一场盛会,杨子琼完美地展现了她的品味和风采。 杨子琼的实力可谓是无论是原生家庭,结交的朋友还是两次婚姻的男主角都很出众。 尽管她的父母都是华人,但在马来西亚,杨子琼家庭可谓是名门望族。 杨锦坤是被尊称为《马来西亚交通之父》的人物,而她的儿子杨建德则以出色的法律才能闻名。 因为家族成员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他们被授予了马来西亚拿都的荣贤。 杨子琼可以说是在罗马出生的,她的起点是许多人一生都无法到达的终点。 尽管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尽管从小就是家中的宠,但杨子琼却并不娇柔惯养。 她在四岁时就开始学习芭蕾,然而这并不是她当时唯一学习的项目。 同时,她还抽出时间画画和弹钢琴,还进行体育项目,甚至代表马来西亚参加跳水比赛。 年仅15岁,她便随父母移居伦敦,并在英国皇家舞蹈学院开始学习芭蕾。 最终,她成功获得了专业的学士学位。 遗憾的是,最终因脊椎受伤而不得不告别了跳舞。 杨子琼于1983年参加了墨尔本蒙八节选美比赛,凭借其出众的容貌和才艺,成功地击败了对手,最终夺得了冠军。 之后,她遇到了德宝公司的老板潘迪生。 潘迪生不仅是杨子琼演艺生涯的开启者,而且后来成为了她的丈夫。 在这段时间里,杨子琼经历了从《遇女道》、《打女》的转变,在娱乐圈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然而,正是在这段时期里,杨子琼的第一次婚姻却以失败告终。 她在离婚后投身演艺事业,但在拍摄过程中遭受了严重的伤害。 尽管如此,杨子琼并没有向命运低头,而是在康复后直接冲向好莱坞,成为了好莱坞历史上。 第一个华裔帮女郎,杨子琼并没有止步于舒适区,尽管她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她下定决心要摆脱《打女》的标签,而是成为《演技派》的代表。 杨子琼事实上无论是《遇女形象》还是《打女角色》甚至是演技水平,会演三方面都做到了。 尽管她参演的作品众多,但杨子琼并未停留在舒适区。 然而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获得重要奖项。 直到今年,《顺西全宇宙》中,她以生活糟糕的中年妇女形象出现,直击人心。 她也因此成功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荣誉。 她目前在事业和爱情上都是一帆风顺,可谓是双丰收。 她的生活也让无数网友羡慕不已。 从出生在富裕家庭的千金,经历成为《打女》,最终成为一名著名影后,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尽管这一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但杨子琼的人生却闪耀着耀眼的光芒。 好了,以上是本期的内容,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转发,感谢大家的支持。